- 觀眾朋友好,歡迎收看財經吉時通,我是Sandy,歡迎李睿宏分析師 - 哈囉,大家好,我是John - 華為禁令打了聯發科一拳啊,那很多人就在問說聯發科後世到底怎麼看呢,John - 其實最近你看大家在網路上的留言,我可以去看到留言熱度低的就是今天喔,今天是華為禁令,為什麼? - 因為聯發科直接打到跌停了,所以很多人就會去問,欸,到底發生什麼事情? - 我的聯發科到底還有沒有救,到底怎麼辦? - 看那邊新聞就是網路上那個朋友借錢買聯發科,720元進場,欸,不能笑 - 不要這樣 - 他720元進場,他上網就問,欸,到底該怎麼救? - 那我先講一下聯發科今年走勢,聯發科今年走勢其實從谷底喔,200多塊,漲到多少? - 600多 - 沒有,漲到快800塊 - 它漲到快800塊,那原因是什麼? - 原因是因為華為禁令出來之後,其實聯發科是不受影響 - 當初啦,今年出的時候聯發科是不受影響 - 因為他們之前是規定就是說,你的貨一定要直接出給華為 - 才被歸為在那個華為禁令裡面 - 可是聯發科是出一項產品,然後有聯發科用,然後又有其他用 - 所以這個就是OK的,所以聯發科就接到華為的大單 - 所以一路從200多塊漲到多少? - 漲到快800塊 - 但是昨天的新聞就是什麼?高通眼紅了 - 高通一直告狀到什麼?高通到那個北國那個政府那邊去 - 聯發科怎麼可以這樣? - 因為聯發科也是做今天,高通也是做今天 - 聯發科好,就是高通爛嘛,就是高通弱嘛 - 會眼紅啊,今天對手會眼紅,所以一撞高到聯發科 - 所以華為禁令齁,因此重新的定義 - 你只要是在中端賣出的,或是中間的,或是什麼代理商的 - 全部都要在華為禁令的規範裡面 - 所以很多啦,就是各種公司都必須要通過華為禁令台 - 所以這時候就,那聯發科接到最大的訂單就是誰? - 就是華為吧,所以聯發科直接就做跌停的動作 - 那我們要說,聯發科到底還有救嗎? - 我們看一下外資給聯發科 - 就這件事情之後,外資怎麼去看聯發科? - 基本上都是,有些是調降 - 但是也有些是覺得聯發科被錯殺,是可以買進去 - 他們的論點是,聯發科因為是接華為訂單 - 華為訂單沒了,至少還有OPPO,還有小米,還有Vivo - 這幾家大陸的手機品牌廠 - 可以彌補掉華為手機的缺口 - 但我個人認為是不高嗎? - 很難啊 - 很難 - 我猜這個外資報告是因為外資也持有很多聯發科 - 那我是自己預測的 - 那目前看來我覺得 - 這種不確定性太高的東西,我們就建議不要碰 - 那還有像什麼利基跟基尼 - 也被拖累 - 利基也是連打兩根跌停下來 - 那其實利基自己有說什麼 - 他說他其實不受影響 - 利基其實不受影響 - 沒想到,昨天的新聞 - 今天也是不領情連打兩根跌停 - 那我必須說一件事情 - 不受影響是公司自己說的 - 很多公司都說我們的出貨會好還是怎樣 - 市場不領情就是不領情 - 你也拿它沒有辦法 - 所以我這邊建議一件事情就是 - 你買股票的時候 - 切記一件事情 - 不確定因素太高的東西 - 盡量不要去碰 - 因為我們說真的 - 我們也不是省文 - 也不是川普 - 我們真的不知道華為禁令該怎麼走 - 還有可能說一下好一下不好 - 因為上次中美貌會在家 - 一下課關稅 - 一下又不課 - 那股市那邊上上下下起起伏股 - 我覺得這種東西還是不要去碰 - 那所以太難的預測東西 - 我就不要去碰 - 那目前這兩檔股 - 就是我們最近才在注意的 - 一個是乳膠手套 - 一個是APF載板 - 那如果你有長期看我Telegram - 都照這兩檔股票的時候 - 我先跟各位說 - 這兩檔股票都還可以做 - 他們其實不受華為禁令影響 - 也不受最近的電子業什麼修正 - 他們兩個是目前都已經滿載到不行 - 就是什麼比較好預測 - 你就已經知道它滿載了 - 你就比較好預測 - 後面才能後面的走勢怎麼去走 - 那想照這兩檔股票 - 其實可以到我們Telegram主頁去觀看 - 是 感謝John的分享 - 想要收到最及時的財經消息 - 一定要加入John的LineAds和Telegram - 財經即時通 - 我們下次見 - 拜拜 - 謝謝大家 - 再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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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